这个提示无药 第一个简单讲 就是要准备打仗 2027是一个官 不停的军演 军演呢就是说 因为弥补他没有实战经验的 新胖的这些船 舰 炮 打不打 国际政治有问题 但是这个是代表他 习近平要求之下 他的军队已经完成了 打仗的准备 习近平主席他有三个身份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 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那对于一个军事委员主席 其实就是三军统帅 三军统帅又是国家元首 所以是国家元首 也是三军统帅 也是执政党的领导人 他对于军队讲话的任何讲话稿 一定是经过军事委员会 详细的规划过才提出来的 所以你不能把它看作一个 好像是随心的鼓励 士兵的讲话 他一定有很深的含义 里面一定会把整个解放军的 建军的路线 以及备战的方法 都会不断的透过各种他的讲话里面 去作为传递给整个解放军的重要讯息 所以为什么他的讲话会变得很重要 就是他就是政策方向 制定者透过他的口中把它传播出来 一个国家在运作的时候 不一定是用纸面的方式 在传递一个国家治理的讯息 领导人的讲话 事实上重要性比一般的 这种白皮书啊政策 有过之而不及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讲话 他提出五要 这个提出五要 第一个简单讲 就是要准备打仗 要有打仗的能力 第二个可能也是受到 俄乌战争的影响 平常的防空就要注意 不管这飞弹是来自台湾 来自美国 或者来自印度任何个地方 要击落 任何飞行物都要击落 可能涵盖的范围 不只是一般习惯上讲的导弹 战斗机 轟炸机 那可能要包括无人机啊 等等其他的飞行器 第三项表示说解放军的军工产业 后面有了新装备新力量 这种新装备新力量投入 这个要快速形成战斗力 那最标准的就山东舰嘛 或者未来的福建舰 只要你成军 要很快有这个战斗力 要形成战斗力 他们两位前辈啊 大肆在这里 我就是话舍天竹一下 他基本上就不断的演习吧 这个你不演习就很难形成 你不可能真的找到对象来打仗嘛 第四项的 它稍微比较细一点 就是要统筹航空兵部队 这个最近他们海军的防空部队啊 已经全部都移给空军了 他们以前的分配的方式 海军有庞大的航空兵的人力 现在好像大部分都移给空军运作 那好 这个地面的导弹 雷达电子对抗等等 既可以进攻又可以防守的 那最第五个是军事目标啦 对 军事训练要实战化 看看俄罗斯怎么打 乌克兰怎么打 我们不能关起门来 根据叫案 根据规划打 俄罗斯最近跟北越都很糗 两方面做了很多规划到战场上面去都不管用 一直在修改 一在调整 那个帅长军会说这是学习什么 那真的是这样子啊 是 原先的作战计划 几乎我看到俄罗斯的报导 以前没有无人机嘛 现在有无人机了 俄罗斯的自己就暴露 他说我们的作战计划 曾经一天改五次 我都不晓得一天改五次的作战计划怎么打 表示他们面对了新的情况 以前的士兵 包括连指挥官 那个营指挥官 呂指挥官 可能都没有面对这种新的状况 所以双方面都在学习 北约也是一样啊 北约说我训练九个旅 哇好厉害啊 什么什么这个报二啦 什么布雷战车啦 碰到乌南 打到现在怎么样 前进三公里 我当场晕倒 死了两万年前进三公里 然后指挥官频频被撤换 俄罗斯也一样 俄罗斯外频频频被撤换 所以表示很多面对新的状况 这个应该怎么计划赶不上变化 所以这个实战化是一个军队最严厉的考验 我们假设说这样打是对的 就到了战场上面全部都推翻掉了 那所以那个反应就变得很重要 这个可能他们家两个有实际经验比较清楚 这种临时调换 哎呀这个实在看到那种战争很恐怖 已经死人死一堆了 才开始改变作战计划 很可怕 所以习近平可能有鉴于 最终的目标是 一百年奋斗目标建军一百年 其实到了吧 对 这种目的是在中华民主的伟大复兴 要有一个很强有力的军队来护航 那其他的可能就是李尚武他们要去执行 国防部长各军种的司令各战区的司令就要去 司令员就要去面对这些问题了 习近平讲的话 不是说我们向很多政治人物开个空头支票 前瞻部署前瞻什么计划 前瞻计划 他这个讲的话跟他的实际的行动我们看得出来 对 你看我们最近三年共居的绕台 三架五架 到后来十架十二架三十几架 干嘛 这联合作战的实战经验 这个时候要配合电战机 电阵机 反潜机 这个轰炸机 空优的这个前二十 这就是慢慢接近实战 第二个 为什么2027这五年 习近平是暗示了 建军一百年就是2027 为什么美国也在喊2027 你要看 他的建军的速度 你看他现在 我们最担心的是 他登陆作战 登陆作战 他现在已经有四万顿级的 六万顿级的 四万顿级的有四条 那其他小的顿级的 三千顿级的有一百多条 但是呢 他为了确保登陆成功 他是不是还在做 那个四万顿级的后面还有一条在做 那还有四年是不是还在做 对不对 他这个 这个登陆的战力是不是增加 空军 他一年产八十架 歼二零 现在是两百架 五年以后呢 就变六百架 所以这个力量就是说 他就认为可以收复台湾 在军事上的准备 是大致完成的 你看航母 辽宁号也把它改成有战力的 对不对 山东号已经浮育了 对 福建舰马上要下去了 马上要下水了 后面这四年时间 还有另外一条 错错有余了 所以将来就变成五条航母 五条航母做南北的这个 阻结美日的这个增援 它力量是足够了 南北各摆两条就够了 所以我们看他建军的速度 你看他的05大驱 又要做十条 052的又要做十条 那就增加二十条 飞弹驱逐舰 这刚好配合他四条到五条的航母 他是不是战力完全完备 所以慢慢越来越看 2027是一个官 政治上讲建军一百年 解放军献给习近平 是收复台湾 这个大礼 2027是一个官 我觉得2027是一个官 因为从他现在的 不停的军演 跟俄国也军演 自己也在军演 军演的就是说 因为弥补他没有实战经验的 新创的这些船 舰炮 所有的东西 那从单兵的演习 像我们以前部队里面 五教练 三个人五教练 然后十二个人的班教练 然后在信部的排的教练 连教练 他是编组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就越来越困难 我跟你讲 搞这个三军联合演习 非常困难 因为协调的问题很大 link的问题很多 长官跟部署的默契 很重要 对不对 没有默契的 真的电话里讲 半天讲不清楚 那有默契的十个眼色 都知道这要干什么 但现在中国大陆已经 已经可以跟俄罗斯 连语言不太一样的 也可以 跟俄罗斯演习的话 也有海空了 不是 让你日本 你不要给我乱动 他跟俄罗斯两个的 这个军演 就是警告日本的 日本你要估量 你到这边来 面对的解放军 北边还有俄罗斯的东西 所以2027我越看 是越是一个 他到了一个某个程度 就是现在可以打 他损失比较大 但是他练熟了 他打 他战果丰收 他损失比较小 任何一个军员都希望 我自己损失的最小 能够获得最大的战果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司令员换不换 对我来讲不重要 我都很注意 他的政治上 也在想百年 刚好是他的 后面两个任里面的一任 他不懂不能到最后交差的时候 才来武统台湾 当然打不打 国际政治有关系 但是这个是代表他 习近平要求之下 他的军队已经完成 打仗的准备 他已经准备好 他可以不要打 但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就是要准备好 就是说我造的船 造的舰 造的炮 造的飞机 就能够完胜的兵力 训练也要这时间加强 所以他现在还有空来 关照防空 以前我们打仗都喜欢 猛往前攻后面的东西 他现在都考虑到 就是说你美国要干预的话 他要做这个事情 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手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道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